大家好,我是Edwin 我是Jeff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第二条片的YouTube频道 今天介绍的是Blohomes发展商 在Northfield、Bernham的西边其中一个发展项目 这个发展项目相对上一条片的规模比较大 整个发展项目会推出800个房屋供应 除了看这个新的发展项目之外 因为Northfield这个地方都不是太多 香港朋友会很熟悉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会深入Northfield这个社区 看看这边的衣食住行、交通、配套、不同的设施 究竟是怎样的 在出去逛街之前 不如我们就Edwin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发展背景 这一大地前身其实是一个大的18个洞高宇呼球场 在2016年的3月就跟发展商一起合作 希望将这一大地转为住宅项目 2018年的地契出来了 其实总共有4个洞高宇参与 第一是Bernham City Council 第二是发展商Broad Homes 第三是高与夫球场的地主 第四是出奇地 原来Loyce Band也是参与了这个项目 发展商入级或申请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承诺 第一是发展商会注资160万的英镑 去改善体育设施 可能将来会有些人造草的草地 或者是会建一个社区会堂 社区会堂当中会包括了 有GP和不同的刊落设施 给周边或当地的居民 上一集也提过 英国政府在2016年推出的 Affordable Housing Scheme 这个发展项目 它都需要提供某定的数量 在这个发展项目那里 这个发展项目 是要提供35% Affordable Housing 涉及的单位是大约350个 接着就会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高与夫球场的第一期的发展项目 发展商就是Broad Homes 发展项目就是Frankly Greens 会提供165间屋 那里面就二至四房不等 那其实里面就已经有大概四分三的屋 就已经卖了 那现在就还有30间 那分别二三四房也还有 那预计落成日期就是夏年的第二季 那接着就会跟大家探讨一下 究竟买了新楼有什么好呢 很多买家都会知道 那通常买了新楼 就是可能是不想去装修 重新装修那间旧屋 又或者是不想给到一些 是有清的物业影响到的成交进步 那其实另外一件事也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新楼的能源效益 是比旧楼好很多的 根据英国的HBF Home Builders Federation 这个机构指出 那其实呢 单单在英国上年新楼 已经是省了576,000吨的碳排放 相比起旧楼 新楼和旧楼相比 其实中间他们每年每一户 大概可以省到555磅 因为现在能源越来越贵 所以预计这个数字会越来越多 因为少数怕长 所以买新楼就会省到能源的优势 那带大家看一个四房单位的示范单位 一进入到门口的右手边 地下就是一个厕所 然后再进入多一点 左手边就是客厅 始终因为是示范单位 所以一望出去的景 就是对着马路的 但始终之前都说过 整个发展项目有800多个 然后第一期是有156个推出的 那未来的建议楼 其实都是望回原景那边 那边的景一定会更漂亮 那这个四房单位的 boiler 就反而放在这条走案位旁边的 sorge room 那它示范单位就 洗衣机和boiler 就放在这里了 好 然后就看看厨房 厨房的设计 都是一个open kitchen 的形式 那现在多数的新发展商 去建议楼 都是包了厨房里面的电器 那我们上去一楼 那里看看四房的分布是怎样 那来到一楼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四房的单位 那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房的分布比较平均一些 左手边两间 右手边两间 那大家去看厕所先 那厕所就分了棋缸和浴缸 那其实它的棋缸 它的活动的范围都比较足够 那我们就看一下两间房 在左手边先 那第一间呢 这是主人房来的 那它就连着套户在那里 那它进来 都可以看到它现在 正在建的房子的进度 那都可以看到其实它差不多到顶了 它有些房子连个瓦子的顶已经装好了 那现在是进行里面的室内装 那大家去看看里面的套户 那大家去看看里面的套户 那就是看另外三间房了 那剩下的三间房呢 第二个好处就是 每间房至少都可以放到一张商人座 那我们就看另外两间房子 都是放到商人厂的 然后就会带大家看看这个三间房的三间房子 那会比较简单的 一进来玄关位 上楼梯就是一楼 那接着我们转过来右边 就是这个大厅了 那大厅就是最简单的 长方形厅 那是会比较容易摆傢俱的 那这个窗口位 就会跟大门同一个方向 那就对着前缘 那接着就过来这一边 那一个长方形就会很容易摆到 电视机就会对着沙发 那会比较容易摆傢俱的 那我们未进去厨房之前 那其实在大厅的楼梯底位置 那都会有一个厨房的 那厨房的空间都OK 可以摆到多少东西的 那当然它会有一些简单的装置在这里 那例如就是这个飘箱 那还有一个防导装置 那接着我们就会进厨房看一看 那厨房就会连着饭厅 在这个都是大概正房型的空间那里 那在前面就会是厨房一个L型的工作桌 那就由这里讲起先 四头的煤气炉 加上抽油烟机 洗碗盆 那再过来呢 就会是一个焗炉 那其他一些就一般的厨柜 那还可以加装洗碗盆在这里 那这里就有个位置可以放高新的雪柜 那在厨房的正中间 那就可以放到一张六人的餐桌 那在这个饭厅对出 那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玻璃门 那就可以出到外面的花园了 另外在厨房的右手边 那其实就是会有这个 小小的用力在这里 那放了些什么呢 那就是一个煤气炉 那有一个工作桌面 那还有下面有洗衣的东西 那而用力的另外一边呢 就是这个地下的洗手间 那所以这个是三房两次的 三房两次来的 那上到来一楼呢 那就是三间房 加上一个家庭厕所 那我们就首先看房间先 那主人房就是这一边的 那这个是座底一个 王大小的床 加上左右两边 就可以落到床的设计 也还有很多空间的 那窗口也是对着前面的方向 那接着就会过到这一边 那主人房套刺了 那这里就是会有个棋缸在里面的 那主人房里面呢 那已经有一个入场的衣柜 那都挺深的 那所以都可以放到很多衣物在里面的 那其实除了这个衣柜之外呢 那另外在这一间房 也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保存 那在这门的后面呢 其实就是楼梯顶的位置 那都善用了一个空间 也都在这里可以放到衣服 那接着我们看看另外两间房 那第二间房 那其实空间都挺好的 那现在发展商就是 他这个视频单位 只是放了一张单人床 那其实就绝对是可以放到商人床 在这里 那另外这一个位置 其实是可以放到书桌 甚至乎一个小衣柜 其实都OK的 那另外就过去另外一间小房 那这间房呢 那这间房呢 就会是 比起之前两间都小了 那就真的可以放一张单人床 或者好像刚才就放一张轮架床 那在这一个方向 那另外就 在这一边都可以放一个小衣柜 那再进去就可以看一看这个 Family bathroom 那可以看到里面都是有浴缸 有棋缸 那里面的长砖 或者是地砖 这些布置和厨房的一些收留 装修的东西 那其实那些物料都可以 和发展商商讨论如何去更新的 那刚才我和Jeff呢 就去Family Green那里就开车过来啦 那来到这里呢 是第二个地区 Norm Bridge的shopping center 那其实开车都方便的 只要七分钟车程 那其实这一头呢 它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这里什么都有的 那后面有些商业区啦 餐厅啊 office啊 酒店都有一间在那里 那在我左手边呢 有一间很大的Sainsbury Mark & Spencer 然后Jeff的后面呢 又有boots啊 有些买家居用品的东西 Poundlands也有的 那现在就进去马沙走 那这家马沙就很高了 所以里面呢 就应该是 买衣啊 家宾啊 食物啊 什么的 那呢 那里到这个Vitale Park呢 买了那边 那一家店就会在这边 那最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在后面呢 那就是有这个室外的半露天 那一个吃东西的地方 那当然这里是喝啤酒啦 那就是 那就是 除了在这个 有顶的范围之外呢 那在那边呢 也都是有一片草地 那就是有桌子 那就是有桌子 那就是可以在那里 放在食物楼上去 多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条片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话呢 欢迎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就记得 like,subscribe和share我们的channel 那就是有哪些地方 想知想看的 那就 留言给大家看 那我们每个留言都会回覆的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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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